真正的娱乐圈有多黑暗 沈腾曾经在西红柿首富发布会上 揭露了娱乐圈黑幕 据悉西红柿首富原本的女主角 定义的是玛丽 在开拍前 沈腾和玛丽还在社交平台上卖地宣传 但是在开拍前 玛丽却被宋云化替代的 定义也将资本接班人 改名为西红柿首富 沈腾觉得这对玛丽很不公平 所以在发布会上 沈腾就为玛丽讨了个公道 不知道旁边的宋云化 有没有感受到阳外之夜 电影播出后 就连毫不起眼的角色都被记住了 而女主宋云慧却被忘得干干净净 她的表现甚至和这部电影格格不入 先不说代资进组的问题 如果宋云化的眼睛没有问题 那么沈腾也许不会出这口气 各宋云化在电影中的表现 却是不尽神医 有网友说 如果处决是玛丽 那么票房绝对不止25亿 毕竟两人是老搭档 默契相当高 沈腾玛丽的默契是从一次春晚开始的 那年他们演小品服不服 因为紧张 沈腾把玛丽的词给说了 最后玛丽只能大喊 那是我的词 以此让沈腾意识到自己抢词了 下台之后两人抱头痛哭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两人成了最佳拍档 在某次综艺里说唱歌手唱歌手环节 两人更是展示了真正的默契 这样的默契是无论如何都装不出来的 所以在玛丽遭到不公平待遇后 沈腾才会强势替玛丽出头 家里让一个六岁女孩至残 她还能登上残年春晚 为残疾人发声 2017年有网友爆料 刘浩存的妈妈开舞蹈培训班 因为指导不当 导致一位小女孩下腰时 脊髓受损 被判为一一起伤财 终身需要他人的照顾 女孩父母将刘母告上了法庭 两年后 法庭最终判刘母赔偿百万人民币 可刘母对结果不满 找各种理由拖欠赔偿 要么说没钱 要么说教材没说明下腰会导致受伤 前后三次上诉法院 四年之后 法院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 让她赔偿 而在刘浩存出道之前 刘母终于还钱了赔偿 因为这样刘浩存出道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污点 各是小女孩由于没钱 错过了最佳治疗的事件 导致终身残疾 打得下半身没有任何的秩序 只能趴着学习 六年来一家人只能靠救济款度日 而刘浩存却能带着四千块的围巾 风光感站在聚光灯下 假设刘浩存少买一条围巾 贪贪的小女孩就能多84天的营养费 所以不管刘浩存演技有多好 这件事也终将成为她永远的污点 而路人员的败坏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要归功于她的过于自信 刚出道就顶着某女郎的光芒 很难不晓 当被问到自己有演习天赋时 她的回答也是网友对她无感的根本原因 你觉得自己算是有天赋吗 你怎么不算呢 有啊 而在谈易阳千玺和张艺的演技时 她却说他们很努力 当得知自己的演技被观众批评时 她依旧真正有词 批评我 为啥有批评我 我又没做错什么 而对于相同的问题 赵金麦却很是真诚的回答 感谢哥哥姐姐们的建议 我会加油 之后她还交出少年派和开端这样的优秀作品 来证实自己的进步 所以说路人员这个东西 为人处事不行 有再多的资源都没用 这是蔡徐坤最无语的一张照片 2021年 杨颖和闺蜜晒出一张三样旅行照 眼前的网友却在游艇后视镜看到了蔡徐坤 后来网友发现蔡徐坤 也发了一组风格类似的照片 背景一样 而且连衣服都一样 之后网友开始抽丝拨钱 想寻找这两个人之间的猫腻 以前不良媒体甚至还借机造谣 甚至养颖的闺蜜也参与其中 当粉丝跑去质问闺蜜真相时 她在陈青之余直接删除了照片 仿佛以此造成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 从而借机炒作 而事实却是 三亚旅游是跑男团组织的团建 而且跑男后来也出了这一切 谣言不攻自破 而卑鄙的这位闺蜜也再没出现过 或许卑鄙是觉得与圈外人才有真有益 可她却没想到自己会被利用 而这并不是养颖第一次 因为圈外闺蜜而倍数争议 早在2020年 网友晒出一张合照就引起了很大的议论 卑鄙与八位圈外女子合照 但她只能站在角落 而这张图也被称为现实版30而已 根据卑鄙以往的描述 这大概就是她在上海的闺蜜团 而她在闺蜜团中充当的是订餐的角色 照片中的这些人非富即贵 卑鄙旁边的是红蜻蜓集团的女儿 也相当于卑鄙的金主 而前排的C位也是为富二代 最右边的是温州四手千金 家里有十几家公司 手握顶级的时尚资源 而相对于这些富婆 卑鄙的背景则很一般 不过对于卑鄙而言 更好闺蜜合照 谁在C位并不重要 可粉丝不乐意了 把这件事炒上的热搜 导致卑鄙左右为难 而这些姐妹之后晒出的合照中 已经没有卑鄙的影子了 由此可见 卑鄙并没有被真正的接纳 卑鄙经历了娱乐圈的勾心斗角 想要找圈外朋友并不难理解 但不适合自己的圈仔 还是不要应急为好